外食足越来越多,但是您吃得健康吗? 花莲刺激院的许瑞云医师要继续来告诉我们 外食足如何吃得健康? 许医师还是鼓励大家吃素,对身体最有帮助 欢迎收看健康密码 今天我们要邀请到的是 花莲刺激院的许瑞云医师 许医师你好 女主播你好 全球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其实上个星期我们谈到这个餐厅的选择 我们去餐厅选择 如果真的是要外食的话 选择一些清淡的餐厅 但如果我们没有去餐厅 在外面吃小吃的时候 要注意哪一些呢? 第一个,它用的油 油很重要 对,尤其是很多小吃 它习惯用回锅油 那回锅油对身体是属于比较 绝对不太好 对,那我们怎么样知道 它用的是回锅油呢? 第一个,它煮出来的食物 颜色会比较焦色,会比较深色 你说煮出来的东西 对,它捞出来比如说盐酥区 它颜色就变得比较深 但是又没有焦味 这个很可能就是用了回锅油 那一般来讲 我会看一看它的那一锅油 它有时候都是现场在路边炸 有没有 它有如果说看起来很浓稠 然后看起来上面会大大小小不同的泡泡 然后有些人他们的那个高温 它会油烟蛮大的 这种都是重复食用的油 隐藏式的脂肪我们要注意 隐藏式的脂肪 对,隐藏 这就像说勾芡 勾芡就是一种隐藏式的脂肪 这在我们华人食物当中很多 对,很多菜它要让它好吃 然后它就是给它勾芡 但是你勾芡 你说你本来菜是不大沾油的 你会发现你菜一捞起来 它那个油汤都是盛在它的汁里面 那你一勾芡它就整个黏附在这个菜上 然后加上它的所有的调味料 所以说如果它用了很多的酱油 很多的盐 它全部 所以菜勾芡 味道比较浓郁 那一般人就比较喜欢 所以勾芡它事实上是属于 比较高脂肪的 那另外就是说高糖在炸过的 高糖在炸过 对,对,对 有哪一些东西 像糖醋啊 糖醋类 糖醋排骨 糖醋鱼 糖醋这个 糖醋那个 还有茄汁做的 蜜汁做的 醋溜 碎丸子啊 狮子头啊 这些东西 它们都属于 就是说吃起来甜甜酸酸的 它有裹一层面粉的 这种都是属于高糖在炸过的 口感有时候特别好 特别香浓 但是它的隐藏式的脂肪很高 卡洛里也是特别高 不过徐医师你说到这个 不管是勾芡糖醋 都特别好吃 好像好吃的东西 通常它对我们健康 不见得是很好 对,因为脂肪高 所以你会觉得 它脂肪会把一些口味 带进去你的味觉里面 所以你会觉得说 它特别有味道 那这些 你错了就是说 像我在点的话 我可能会有一道 比较开胃的 然后大家一起分 那其他的 我就是属于比较清淡的 有些沙拉酱啊 那种也是属于 就像千岛酱啊 跟和风酱 比起来 就是千岛酱比较浓厚 我会比较喜欢自己调 就是说他们有时候 会去那种 比较好的沙拉店 他会摆一罐橄榄油 然后摆一些那种 意大利醋 对,我就自己 没错 我就自己 自己加一点这个 然后自己调 然后如果说没有这样的选择 我可能就会选和风酱 那有时候甚至我就品尝食物的原味 那是很开心的 对,就慢慢吃味觉 食物的味道特别好 对 不过我想真的是要经过一段的训练 因为我们现在人都已经被那种味觉给征服了 真的 好,但是之前我们就有一句话说是 心安毛乌稳 信定菜根香 真的是这样 如果我们真的心能够定下来 其实菜根吃起来都会很香 真的是这样 不过我们换一个角度问好了 刚刚我们提到说 小吃很多不能吃的 其实你可以给我们建议 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去外面吃小吃 有哪一些是吃起来 吃多了大概也负担不会太大的 小吃我一般比较清淡的就像我们传统式的 那种鱸饼饼卷 那我觉得就很不错 那五谷或紫米饭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只是说它有时候里面会加油条啊 还有那个酱菜 我会跟他讲说我不要油条 不要酱菜 我要一些比较其他的东西比较好的 那两面也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 一般烤味比较低 那卤味的东西啊 或者关东煮啊 铁板烧 铁板烧一般就是 就是说当场在煮的 然后它可以炒很多的不同的青菜 然后配一些其他的 就是说我会要求多一点青菜类的 青州小菜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像我们很多那种青州小菜那种店 我觉得也不错 对 好 谢谢许医师来告诉我们聊到 在外面吃小吃的时候要注意哪一些事情 谢谢许医师 谢谢 好 更多的健康的话题 我们在下个星期再和你一起来聊